大家好,中国人喜欢这个身份论啊,喜欢比如说阶级,身份,这样的话呢,他有一些做起事量比较方便,你现在很多人愿意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,对不对,那这样有一个归属,我觉得这个事呢,我看了一篇文章啊,他研究这个出身问题,他这个文章里写的很很好啊,我把这个文章给大家分享一下,出身问题啊, 咱们现在你看互联网上也有一些,不断把自己标榜成什么什么阶级的,我觉得这个人呢,得有阶级,但是阶级啊,不能代表你这个人是好是坏,所有的网友我觉得也不要把这个阶级和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,或者像那一讲,是不是喜欢,还会讨厌,把他画等号,人呢,更应该是看他做了什么, 但说着这个文章啊,这出身问题啊,现在不大题了,过去啊,出身不好啊,被称之为叫成分高,成分高,考大学,提干,参军都会受影响, 时下学历高,比成分高要紧了,但是啊,有一种社会现象值得注意啊,在一批贪官落马后,忏悔词中啊,却喜欢用啊,农民呢, 那么最早啊,使用农民儿子这个词啊,是在2000年3月8号啊,被依法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, 他说啊,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培养了我,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成一名副省级干部,是多么不容易啊, 自从胡长青发明的这个辩护词以后啊,沿用者络绎不绝,许多老虎摇身一变,都变成了农民的儿子啊, 安徽省原副书记叫王兆耀,一把鼻涕一把眼泪,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,我是农民啊, 中共啊,隋化市委书记马德啊,虔诚的忏悔书说,我是农民的儿子, 祖师上为了培养我,送我上大学,将我下派到县里挂职锻炼,倾入了很大心血, 湖北省原副省长啊,孟庆平自述,细节非更丰富了,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,我七岁就参加了家中的农务劳动, 食柴减粪,放牛放羊,打短工,随腹下地种田,受苦挨累,一年到头饥寒交迫,苦不堪言, 14年啊,曾有媒体书里发现,以曝光的53名官员忏悔路中啊, 有14人是啊,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了,那些贪官自述大体可信, 他们老早确实是农民的儿子,东窗事发后,从高台跌落到监狱, 呃,辅进私西啊,无路可走,想以此博得人民的同情或减轻自己的罪责, 但是从农民的儿子蜕变为人民的罪人,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啊, 出身论血统论一样是靠不住的,出身无非是指人人生过去的一段经历, 是不可选择一段经历,家庭出身贫寒,可以立志,可以催人奋进, 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好处,但是出身只说明过去,并不代表现在, 更明展示将来出身贫寒不一定是一种光荣,更不是一种政治保险箱, 出身贫寒对腐败也不会产生天然的免疫力, 同样道理啊,家庭出身富裕也未必就是为富不仁, 未必都富不过三代,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从创始人约翰代洛克菲勒算起啊, 这个美国首屈一指财富家族至今已经繁盛了六代, 依然如日中天,独富天下,北宋名臣范仲淹为官清廉, 做官到参加政事,但他的儿子范淳仁照样官至宰相, 官做的比父亲还大,那孙子范正平官升至开封府太守, 一样功成名就,著名世人范成大,也是范仲淹的后裔, 官至参之连厉,于成龙也是官宦出身啊, 他的元祖啊,于坦是明代巡抚, 但不妨碍他成为有清一代天下第一连厉, 由此可见啊,官宦和富豪的家庭出身啊, 不会化作腐败的土壤, 干部的提拔不能为成分论, 官员的腐败和出身啊,成分没有必然联系, 分析一下,如今的老虎成分的构成, 既有出身韩民的穷人子弟, 也不乏出身名门的后代, 你曾是农民的儿子吗?当然不错, 农民的儿子当了干部,理应清正连结才是, 但是你却从农民的儿子蜕变成犯罪分子, 从农民的儿子变成了吸农民血的吸血鬼, 从做上课变成接下求, 这是对昔日贫寒出身的背叛, 更是情无可原。 那我呢,说说自己的看法啊,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啊, 就是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啊, 但是为什么现在事实上, 在这个社会上, 大家都是什么, 以阶级或者是以自己的这个出身, 你看高晓松不就是吗? 我们出身,我这个祖上是干嘛干嘛的, 你看高晓松现在也是, 到哪都替他祖上清华的, 然后呢,一些什么大院子弟, 我们是大院的,你看吧, 以这个出身,是吧, 就是喜欢呢, 还是喜欢有自己的这个标签, 给自己贴个标签, 高晓松啊, 还有这些大院子弟, 还有一些啊, 我们是什么什么地方人, 以地方也是贴标签, 甚至有些人代表什么啊, 代表中国了, 有些人喊中国青年了, 喜欢代表一切啊, 中国大了啊, 中国还有什么, 还有吸毒青年呢, 是不是, 你能代表吸毒青年吗, 你也代表不了, 很搞笑一些, 喜欢给自己贴个标签, 大言不惭, 什么什么, 青年, 这就是我说的啊, 这种贴标签啊, 喜欢代表, 其实都是什么, 其实都是一种, 我觉得是一种意识形态, 一种意识形态, 你包括之前文革的时候不也是吗, 论出身, 对吧, 什么又红又专, 黑五类, 美国现在不也是吗, 考什么哈佛大学, 你得看肤色啊, 也是看出身的, 就一种过度的玩这个政治正确啊, 或者玩政治啊, 我一直说啊, 咱们人得远离政治, 这种贴标签就是政治, 就是在玩政治, 我一直, 我其实老观众都知道, 我一直反对这个普通人离政治太近, 但是这个政治一直在你周围绕, 他在你绕, 你呀得像我一样, 你能像看透的, 然后你看透他以后啊, 他绕吧, 他绕他的, 你不理他就完了, 你明白吗, 你不理他, 另外不要被他迷惑, 就这种政治提标签以后, 鼓叨起了一帮人, 对吧, 我们是一帮啊, 我们这贴了标签, 我们是一帮, 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, 就这种呢, 政治操作啊, 我觉得所有人啊, 应该警觉, 因为这种东西像玩到这文革那种状态, 或者玩到现在美国这种啊, 黑命贵运动, 玩到黑命贵这种, 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, 都是危害, 什么事有个度, 不要过了, 啊, 我觉得中国人呢, 很热衷于贴这个标签啊, 什么农民的儿子啊, 是不是, 什么什么, 是不是, 大院子弟, 又是什么, 高干子弟, 知识分子, 哎呀, 我看完以后, 我就觉得这就是政治啊, 没办法, 没办法啊, 中国人很热衷于这一套, 那最后呢, 产生的后果也是非常危险的, 所以说中国呢, 其实共产党也希望中国人远离政治, 不要过多参与这种政治, 但这种政治又无时不刻出现在中国人, 出国中国人这一块, 很多人打着这个什么, 打着这个, 哎, 自由民主的旗号, 实际也在给自己提标签, 你高岳松不自由民主吗, 他不也是提倡这一套吗, 但是他也是啊, 哎, 我祖上是不是, 我们祖上是知识分子, 我们就是知识分子, 就是什么, 自由民主的, 我们就希望这个社会是开放的, 我们就代表正义的, 还是提标签, 为了自由民主, 他也玩政治, 玩提标签, 都是政治, 那我之前讲过政治是黑暗的, 那这种东西有好有坏吗, 他骂, 他骂是吧, 他骂这边的, 那这边也玩政治, 也骂他, 你这两边哪个好哪个坏啊, 政治其实玩到最后啊, 没有对错, 没有对错, 都是手段, 就是我一直给大家观念, 远离政治, 我希望你看我频道以后, 你把这些东西看透, 看透以后远离他, 远离他,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, 你后面会看清很多东西, 会看清很多东西, 我只能说到这儿, 她的意思, 我多加速, 或者是我不会看清多东西, 所以我自己听到更多东西, 就这样子,